我猜一下 16 多一點 12 11 14 10次 24 17次 是呀 那是什麼樣子 我還在徘徊在加減成材的階段 第二個是一定有的 神浪天精還是照 第3個 我選第2個 我選第1個 3 好 我剛剛選第1還是3 你剛剛選擇3 好,3 經歷過歷練耐性的烈火Lokman 終於好像Boss 在Boss裡面的Emi 神浪天正地在天空出現了 AK 他就好像一顆流星 裡面有無控的乾柴在燒 燒到落極忘形 實踐這個圈蛙無敵 果然是江南四大食台子 哈哈 我們經常互調的 有時候是虎仔 有時候是Alton 看看誰有空 看看誰有空 有時候是阿皮 阿皮的智者輝 他有時候都相當有驚喜 這個名字是魯先生幫我們改的 我們選的時候 是魯先生改的 厲害 是魏魏珠 我們現在的道字 道理的道 和波道的道 都一樣 兩個寫法都有人用 沒有說誰對誰錯 就是我們的道 我們對舞台 或者對我們表演 對我們心裡的火 對我們自己的健全 自己的性格 自己的眼鏡 還有難忘的地方 就是一開始 我們就是想說 我們內心深處的小宇宙爆發 但是一開始 小宇宙爆發 好像太爆了 只是聽我們並齡白蘭 好像沒有什麼主題性 最後再慢慢想想 不如試一下 怎樣展示我們的小宇宙 就在舞台上 就是第一句我們送給他 我喜歡就可以叫 暫時忘記這個世界 因為他在台上 他最熱情奔放的那個 他很喜歡有些大動氣氛的聲音 Come on 這些磨練耐性和政府分明 因為磨練耐性 是我學習的一個課題 Be patient 去磨練這件事 然後冷靜點 不要那麼衝動 然後政府分明就是 我做這首歌之前 這句已經在我路了 他是一個大隊長 我是一個小副隊長 其實我會看著他 他去做 然後我也知道 我好像以前的他 我就知道 我需要變成一個 Lotman感激人 我覺得隊長這個身份 對我自己來說 其實是我自己的老師 可以說是督促 督促著我一定要去 有些事情做好些 我們要好好去運用這個角色 而不是要覺得這個角色 是一個負擔 或者令我有壓力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是其中一個很大的主面 首先我覺得很多對一些負面的事情 或者負面的情緒 沒有那麼敏感 有這個改變的時候 你就會 腦筋清晰一點 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 最後那一段 我照舊粗糙再帶經典奏 這個 因為 有時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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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記了自己的很多事情 可能在圈內 或者圈外 或者很多人 有時候都會經歷了一些事情 就會忘記了自己 一些本質 本身的性格 一些東西 但是 有時候就是要 抓得回這些 最原本的元素 你才可以 令自己更加強大 你可以令自己 站得更硬正 就是像阿祖 那時候調教我們 MIRROR說我們 就是我們身上 有越來越多標籤 在我們身上 我們是偶像組合 有一個偶像的包袱 我們現在是 很多年輕人的榜 很多不同的標籤 但是其實我們 把所有的標籤都掉了 其實我們就是這麼粗糙 我們就是這麼窩 比賽的時候 都是這麼窩 但是那個火 一直都是 是最剛好 最開頭的 因為有一段時間 在工作量 或者所有事情 都看到 你都沒有時間去 taste你身邊的 所有任何事情 大家的心情都 沒有那麼繃緊 然後大家的溝通 十二個 我們會一起去聊 一起去 有些壓力 就算解決不了 大家的綁出來 一起去分擔 過一個時刻 那肩膀 大家都輕了很多 從而 大家的肩膀 大家的包袱輕了 就 有時間 還有空間 讓一些新的東西 進入自己的身體 在裡面 可能以前一開始出道的時候 就會 我要追 我要追100分 我所有事情都要追100分 我不想被人說 我 誰做得不好 誰做得不好 我就只是追 只是麥克風 我不要再走音 我不要再落步 就只是 chicky 都是這樣追 但現在可能就鬆開了 我都會追這個 但我都要嘗試享受 在舞台的一個時間 因為其實很珍貴 先進去 去到才算 現在好處就是去到才算 去完之後 就算有些甚麼不同 身邊都有些兄弟 幫大家一起補救 我覺得這個也是其中一個 令我放鬆一點 或者是 我再可以重新去享受 身邊所有東西的一個人 所以現在我覺得 我們這麼多人都 都學會享受身邊的東西 以及學會珍惜身邊的東西 我覺得就是這麼簡單 這一個這樣的 twist 這也是阿祖在調教的攝錄 帶給我們的最重要的一個訊息 我們之前有說過一個想法 跟花姐提出過 想想可能一年尾 或者一些 一些活跡節日 例如聖誕 或是Countdown 我們搞一個類似 MIRROR的Music Festival 可能下午開始 1點鐘就是 對象打頭陣 他有過半小時 他的show 值得他自己一個 或者可能跟其他不同的 藝人去合作一個 第二個就是我接你 第三個 12個出場之後 晚上8點半 或者9點鐘 就開show 是我們12人的show 我們跟花姐說過一次 花姐就說 你知不知道這樣要花多少錢 然後我們說 OK 那我們再想想 是 但是自量補一句 你是不是講到idea 正先 花姐說 OK的 但是 你還是先想想 先想想 下次吧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